小朋友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電池的一個檢驗器 那我們這個電池只限定在3V以內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電池 我們選用的是一個1.5V的AA小電池 那我們把正極 接在P0這個角位 負極接在這個接地這個角位 然後呢 我們來開始寫程式 為什麼可以接在P0或P1或P2 這三個角位呢 因為這三個角位能夠將類比的訊號 讀入之後轉成數位訊號 那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這一張左邊這個就是 紅色的部分就是類比訊號 那這邊這一個右邊的這個圖就是數位訊號 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左邊 如果我們接了一個P0 你看上方就會跑出一個AerlogIn 這個就是類比訊號輸入 那類比訊號輸入之後呢 你看我們就像切西瓜的方式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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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那每一個小的時間點呢 它就會有一對應你的值 這個值呢 就是數位訊號 所以這一個功能叫做 AD轉換 類比轉數位 所以我們現在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寫程式了 那我們把P0這一個類比輸入的信號 把它讀進來 然後讓螢幕來顯示 那我們現在來下載 看一下 可以了我們開始來試試看 看一下他測出來的值491 所以他輸入的值是491 那也就是說呢 他是從 他大概是在這個一半而已 所以他佔了這1024個整數值裡面 佔到多少 佔到 我們來除一下 佔了他幾分之幾呢 1024個整數值裡面 他佔了491個 類似這樣子 但是他因為他這一個 輸入的電壓呢 是整個內部的電壓是3.3伏特 所以我們要看他佔了3.3伏特的幾分之幾 所以我們還要再除以 乘以3.3 然後把他拉進來 把這個數值拉進來 拉進來之後呢 讓他再顯示 這個時候 他就會顯示電壓值 看一下 好了 這時候我們再來看一次 1.58 1.59 這個就是數位 類比轉數位的一個範例 類比轉數位 那我們剛剛是利用了這個數位的這個P0的銀角 由數位 類比輸入之後轉成數位 那他佔了1024的幾分之幾 那再乘以這個 他內部的3.3伏特的電壓 就會可以算出他到底輸入了這個訊號轉成3.3的幾分之幾 那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我們直接讀取P0的 類比訊號 這邊有一個叫做 對應功能 這個對應功能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讀進來的是P0 類比 類比讀取的是P0 那當然 他透過數位轉換成0到1023 這樣的值之後 那我們 的電壓是從0到3.3 因為內部的電壓只有從0到3.3 這個 這兩個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把它下載 下載成功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這一個 1.59 跟剛剛一樣嗎 1.59 好 所以呢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 用Mapping的功能 這個叫做Mapping 這個叫印射 這是數學函數的一種名詞 這個可以用作很多 比方說溫度計啊 溫度計我們溫度如果是從0到1023 但是是 是華氏要轉色氏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輸入一個變數叫華氏 然後華氏是刻度是幾個 然後轉成色氏的刻度是幾個 這樣就可以算了 我們這個下一節會再教大家 我們這個下一節會再教大家 這個이를看 融入 這個 2